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有些人會設法用某些方式 向群眾展示一些沒什麼邏輯的荒謬情況 你也證明他們其實原來是來自一個瘋狂的世界 以下有十張照片 哪一張你們覺得是最奇怪呢? 我已經不想問這裡是不是廁所 也不想研究到底要餓到哪一個程度才要在廁所吃東西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為何要直接放個漢堡包在地上那麼邏輪 為何馬桶裡面竟然會有個唇膏印? 雖然曾經有人說過 馬桶要拆到你敢喝裡面的水才叫做為止乾淨 不過醫生提醒 即使你看起來覺得乾淨 但是馬桶其實隱藏了很多你見不到的病毒 所以千萬不要石馬桶 Frozen迷就要留意了 現在Frozen的周邊產品已經發展到連棺材都有了 為何要選Frozen棺材? 好明顯就是凍死啦 為何每一天都有人說要堅持 但是往往都不能長期堅持下去呢? 有時候方法是比方向重要的 只要有行針 鐵柱都磨成針 西上無難事 只怕有病人 在日常生活裡 很多人都會帶著假面具來保護自己 雖然可以時時刻刻都用真面目來示人 是一種很勇敢的行為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 帶著面具那些就是懦夫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只是可能太餓了 英國有研究發現 原來很多男人去完廁所之後都不洗手 男廁的門柄含菌量 是接近屢次的門柄六倍 為何會出現這個現象? 難道每一個男廁都有圖中 這個未能解釋的裝置? 見到這部這麼獨特的多屎爐 你可能會產生很多問題 你可能會問 到底是誰發明的? 又或者會問 發明者有沒有申請到專利? 接下來的圖 你就會找到所有的答案 上一張多屎爐的發明者 就是因為被另一個發燒燒壞老的人 偷了他的idea 搶先申請了多屎爐的專利 所以他就決定用他認為 最殘忍的自殺方式 來到對這個世界作出控訴 熱愛日本動漫的朋友 有沒有曾經想過 為何所有角色的眼睛 都大到不合比例呢? 現在就為大家揭開當中的真相 咦?為何內衣要設計成這樣呢? 難道這些就是傳說之中 配備有按摩功能的多功能內衣? 如果設計師都看到這條片 麻煩你在下面留言 將你的設計概念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們頻道應該還有很多影片你未看過 快點去看吧 如果你不想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記得按訂閱後 還要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然後按全部 你才不會錯過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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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